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呢 美股呢 是轻微上涨 目前呢 道雄寺指数是报价26800点 黄金呢 也是回涨至1493美金 二元兑美金呢 是回落至0.6776 英镑呢 昨天是先跌后涨 也是涨幅不错 那么最终呢 我们看到的金融市场最近的振幅还是比较大的 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些警惕 在金融市场风险里面做好提前的一些防御 那么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很多交易者呢 分为两种 那么一类呢 就是短线交易 一类呢 就是长线 很多人呢 能够接受的就是长线 认为长线呢 是投资 那么短线呢 是投机 比较觉得风险比较大 或者是不太希望自己的身边人做一个投机客 那么长线和短线为什么会被匹配到投资和投机里面呢 其实引起价格变化的根本原因呢 两者是不同的 那么长期看的话 经济发展的红利 人口增长的红利 加上技术的催化 那么最终呢 让我们在股票或者是其他金融市场上获利 那么这个呢 周期就会非常长 像经济发展呢 我们即使坐在那儿 什么也不动 那么在过去一百年周期里面 整个金融市场 它的总体经济增长量是在不断地增加的 全球的人口是在不停地增加 因此呢 潜在的消费者和公司的盈利能力都在上升 因此呢 整个股票大盘创出历史新高 并不稀奇 所以呢 在长线看啊 我们基本上属于懒人投资 但是短线呢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大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是体力 每天呢 去看新闻 然后呢 去做数学类的计算 那么甚至呢 还要跟自己的性格做一些的匹配 或者是克制 才能在短线的交易得到很好的提升 那么短线呢 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政治事件引导的 短期的平衡被打破 形成一个新的平衡的过程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期间里面 如果是能够很好的把握这个事件的一个影响 方向和影响的这个幅度 我们就会能够在短期内快速的获利 不过呢 我们一开始接触到很多的投资者 那么大家在初期的进入这个市场的预期并不是很高 那么年回报可能希望比银行存款高一点 百分之三 四就非常不错 但是呢 其实这个是比较容易能够达到的 因此呢 大家在轻松的达到了这个预期之后呢 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变成一年百分之十 那么一年百分之十假设也达到了 大家就觉得自己是半个股神了 买什么都会涨 因此呢 就会继续上调自己的预期 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人赚钱呢 靠的是勤劳智慧 还有一定的运气 但是呢 如果我们产生了贪婪的欲望 那么亏钱呢 就很容易就会发生 所以呢 当我们盈利的时候呢 不妨大家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 出去度个假 捋个游 那么回来之后呢 重新来过 重新再分析这个市场 而不受自己的这种盲目自信的性格 或者是情绪影响 那么刚刚说到了长线投资 人口是属于一个大周期 我们经常讲周期影响政治 政治进而反过来影响经济 那么长期的周期里面 最长的就是人口性的周期 像我们的父母 那么他们一代人 走过来的三十年六十年的一个大周期 会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这样的周期呢 大概是六十年 那么再短一点的话 是三十年的一个城市技术建设 像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 基本上北上广市 完成了第一步到最终的 这个城市化升级 所以呢三十年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城市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不成熟到最终的 所有的设施 基本上完全的成熟了 我们看到的是深圳的现在的有八个护士站 非常让我吃惊 因此呢 基础建设基本上已经完善了 那么这个周期也到了末端 再看澳洲的悉尼和摩尔本 整个城市发展的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 如果是想再重新搞新的基建 那么政府需要投放的人力和物力 这些资源是相当大的 再小一点呢 就是科技行业里面 是二十年的一个周期 现在呢人人家庭里面都是至少有一部车 那么每个人呢 至少有一台手机 一部电脑 因此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互联网时代 或者是手机时代的红利 也逐步在消失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经济周期是十年性的 这个周期呢 目前非常不幸 也是处在低谷 全球央行降息 我们处在一个负利率的时代 因此呢 我们从大周期六十年到短周期的十年 所有的指标都指向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二零一九年 或者是二零二零年 整个社会经济到了一个非常惨淡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经济学家说 资本主义社会呢 不干预经济 不干预金融 纯熟扯淡 因为呢 他们降息的速度比谁都快 他们打这个汇率战 比谁都要果断 所以呢 没有任何国家说是纯粹的市场调控 因为我们人类呢 不管是政府也好 企业也好 不管在任何的时候 即使经济再差 我们也不服气 也希望自己在这样的时刻里面能够赚钱 能够有一些获利的经济比较好的数据表现出来 尤其是政客 所以呢 他们希望通过人工的干预 将这种衰退 推迟 甚至呢 希望能够抵消 但事实上 我认为大的周期 这种调整呢 是不可逆的 因此呢 我们在推迟之后呢 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 变相的一些机会 那么这些变相其实是不正常的 比方说我们打篮球 作为一个运动员 大家可能打球 打了两年三年累了 或者受伤了 需要休息半年 但是呢 教练不想让我们休息 股东不想让我们休息 还要让我们带伤去参战 不仅带伤参战 还要去拍广告片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创造了很大的收益 但是呢 对自身的伤害越来越大 这个呢 就是目前的经济结构 以及政府对经济的一个策略 所以呢 有一点杀鸡取卵的味道 因为呢 像我们现在本来应该整个家庭 重新审核一下资产负债表 甚至是自己多存点钱 那么调整一下消费结构 或者是多做一些投资 但是呢 现在降息之后 大家又刺激了新的一批消费 包括中国 我们刺激了这个农村的消费 释放了三四线 四五线 甚至拼多多都上市了 那么在澳洲也是一样的 连Afterpay呢 股价都能涨到35 Fintech所有的公司 借钱消费的公司 既然股价能涨到这么高 就意味着未来呢 这一部分提前释放的消费力之后 在未来的两三年 会极其的惨淡 因为大家需要还这部分钱之后 并且攒下来新的钱 才能够继续支撑未来的消费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做好 始终是要克制 或者是客观的 去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任何的经济的整体系统性风险 那么对大家来讲的话 我们尽量的要合理的 调整自己的负债 因为我们在没有负债的时候 大家做投资是非常理性的 一旦有了负债 或者是消费类的负债 那么这种时候呢 我们的心理压力 就会随之上升 最好呢 资产呢就是良性的 就是我们投资之后呢 买了股票也好 买了一些期货也好 那么它呢 不仅能给我们带来资本利得 也能带来一些利息 或者是分红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另外呢 大家最近要关注一下 中美目前的情况 双方呢 并没有达成最终的一个 一致性的意见 并且呢 很多小道消息满天飞 所以呢 黄金价格还是有一定的支撑 那么股票市场呢 昨天也没有 晚盘也没有大幅上涨 目前还是需要继续关注这个消息 那么悉尼呢 我们目前呢 是在本周末 有相应的一些讲座信息 大家如果是感兴趣 可以在我们视频后方 查看相应的一些详细介绍 并且点击报名 我们的公司电话是03-8658-0603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